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绝与所绝空 这就是第一步我们一定要证得的 当你绝与所绝空的时候 法力就来了 知道吧 这边没有了 这边没有了 但是这个还达不到 法力来的时候就宇宙的能量 因为你这个地方 刹那无我的时候 宇宙的能量瞬间就灌进来了 能量就够了 这个时候我们的身心就开始转化 知道吧 人就开始进入一个光明的境界 进入光明的境界的时候 人就很喜悦 很宁静 就开始很宁静 很喜悦 但是呢 因为我们的情欲未断 就是这个人还没达到 还是欲见光明 情欲未断还在落实 这个时候是第二步了 在动的时候怎么样 但是一旦进入光明界 我们的定力已经很强了 就是说 在另一层面的再绝而不动 那是另一层面的 或者动而无分别 那是另一层面 但一开始 你要首先把这个东西想要关控它 首先这儿要不动 如果你不动 它就是虚幻的 只不过是刚开始它还是持有的 你虽然不动了 它不代表它虚幻 但只要不动时间久了 它一定呈现它虚幻的一面 一定呈现它 就是佛说一切有末环泡影 但是没有任何东西在我们面前 视线它末环泡影的一面 当你不动的时候 它就视线出来 它不视线 是因为我们在神面在动 知道吧 只要这两个你不停地修 修过去了 下一步就开始修 只有光明 光明会逐渐都逐渐 成欲见天的光明 一直到断气欲以后 色界 无色界的光明 就是你学佛法则 这样呢 你就进入了照的境界 然后照于所照空 第一步是绝于所绝空 第二是照于所照空 那就层次很高了 就大菩萨的境界了 然后在第三步就进入圆照 圆照就 圆照还有一个圆满的过渡 但需要很多的功德的圆满 这个呢 就进入观世仪菩萨的照见五佑监空 就身心的觉寿 什么受想形式 统统空掉 我们这两间读能言经里面 有五佑空以后 你的身心觉寿 能言经马上就会讲 这个也是实地菩萨的等级了 但是我们一开始要从不动开始 从不动开始 后面的照于所照 圆照 这些就很快就到达 它就很顺 就不用你去寻找 它自然在你面前呈现这个 蒙蒙怀泡眼 那个蒙蒙 它自然的出现在你面前 只是我们迷惑的是 在不动的时候 它仍然呈现它的 这个不空向的时候 这一段时间迷惑 但这有一个等待区 需要一段时间 慢慢慢慢 它为什么就虚幻了呢 虚幻并不是说它变得突然就没有了 它相对于你的心 突然就如梦幻泡眼 你的心不分别了 打开了 自然进入无分别的等级 无分别的境界 是你的心打开的 这就是修正 修正 否则我们如果是不修正 不修这第一步的定律的话 你怎么读金刚经 你也达不到 真正的无法受益 你读不懂 一路选择 你怎么读不懂 你怎么读不懂 一路选择 你怎么读不懂 这个阶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